何夕关系这一块 我不去提了 因为婆婆没有到现场 很多事情说不清 我就说说你们两个这个事 这个36万里面 按照哥俩来平均分的话 一家也是18万呢 是 按照继承法来讲的话 这里头有9万是你媳妇的呀 继承法是这样 是吧 有9万是你媳妇的 她现在就要这个钱 您听个解释啊 我不用你解释 你没拿我当自个家里人啊 因为有些媳妇嫁到婆家以后 有些是当自己人的 有些是当客人一样尊重的互相 有距离但是彼此尊重 有些是当外人的 你们家这位呢 是干活的时候是当内人的 分钱的时候是当外人的 没拿她当自己人啊 这个钱里面没算她的 好我就当没算她的 算你的了呀 你的这份钱就是咱俩的 你连说都不说一声 就给其他人了 如果说家庭条件 富裕 我觉得也情有可原 但是我连买一百多块钱的羽绒服 还不到一百块钱吧 不到一百块钱 几十块钱的羽绒服 都让你拿出来念 我好几年了 买一件几十块钱的羽绒服 都不行 十万块钱 你说拿给你弟弟买房子 就拿给你弟弟买房子了 这是当嫂子的矫情哦 这是当大哥的不懂事儿 而且我今天听您的表达 我觉得您挺侃侃而谈的呀 大学毕业对吧 表达挺好的呀 为什么到媳妇那儿就 我分钱的时候没跟他说 我叫弟弟到家里住的时候 我没跟他说 我觉得吧 这些事都不是太重要的吧 那什么是重要 但对于他来说 这就是重要的 一个女人 嫁到你们家了 我想给自己 一个清静一点的空间生活 对我来说不重要吗 重要 您太太在家里面 这个排名啊 我觉得您把妈妈爸爸 放在前面 我可以接受 因为养育之恩大过天嘛 然后是您弟弟 再然后是您自己 然后才是他们娘俩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的弟弟要去谈恋爱 所以我的儿子 可以不去上幼儿园 这件事情 如果我的小叔子 给了我足够的尊重 比如说到我们家以后 真的拿自己 当个客人一样 该扫的地扫 自己的衣服自己洗 我也可以拿出 我的宽容和大度 但是并没有 那个租来的空间 是你的家 也是你弟弟的家 不是他的家 我们并不反对 我们并不反对人 为自己的原生家庭 长辈尽孝 兄弟尽疑 但是前提条件是 你同样也要把这样的爱 分给自己的太太和孩子 所以如果您不做出调整 您的家庭不做出调整 就像大姐说的 那她自己过也挺好的呀 你不怕吗 她今天到现场她就说 我不跟你过了 你不是有本事 弟弟结婚得买房吗 我也要 不然我就跟你离 你怎么办呢 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哥 我求她呗 你求她 你那过去八年 你是怎么对待她的 听您这么一说 我就觉得 我好像太自己为事了 是自私 就考虑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的事 根本就不为您的妻子太太着想 而且我告诉你 现在就你们俩这个年龄啊 从劳动力上来讲 女士出去赚钱更具优势 她在家里一样的工作啊 给你们洗衣服做饭打草卫生 对吧 出去做家政 人家雇主给钱的 而你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告诉你不好找工作 明白吧 明白 所以自个儿好好想想 一会儿赶紧道歉 哄一哄吧 谢谢老师 我肯定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你说把她娶回家 你哪去娶她回家呀 你把她带回家 当一个附属品 所以你觉得什么 什么事都不用问 跟她商量嘛 我忘了 我觉得不是什么重要事 在你的眼里 她根本就不是一个 跟你平等的人嘛 她是你家庭的 一个附属品 一台机器 我根本就不是 就是给你生孩子嘛 否则你怎么可能 做出这样的选择 不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呀 你们村里面 每一个人家的家人 都这样吗 你村里面每一个人的媳妇 都穿不上圆服吗 你呀 我跟你说两句 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一直欺负你 你要忍到今天 到这个台上来 还要在这听她说 你知道吗 她就无论说 老觉得我可以坚持 坚持下去 就一定有变化 错了 你知道吗 毫无改变的坚持 叫养成习惯 她现在就养成欺负你的习惯了 所以你再怎么坚持 也都不会有任何的变化的 所以你想要有变化 就得你自己做出变化 今天你到这儿来 就是你给自己一个决定 你要不要去产生一些变化 还是让她继续这么欺负你 自己想清楚 就这样